部長等你好久 部長我們等你好久了 但你關會好大 部長我們等你好久 泰魯閣事件一週年 等不到和交通部長王國才見一面 傷者和家屬情緒激動 在立法院前拉布條 總算等到部長出面給承諾 一直到現在 我們有一些人搭乘火車的時候 還是會害怕 還是會緊張 4月2號以後 我們就沒有被看見了 他是從損壞的 最嚴重的一把車廂 活著回來 他的腿斷了 努力的把壓在下面的小女孩救出來 但是這種人性 王國才沒有 他曾經在媒體上面 答應只要是週六週日 他都願意跟家屬面見開會 明天下午3點來做一個討論 那部長是給我的答案是 他沒有確定跟你們講說 3月23號那天見面的時間 你們要確定一下 我們三天時間選 見面時間談不攏 王國才澄清不知情是同仁協調出了錯 當場簽下兩點承諾 但家屬要求的追思會 3月4號台鐵公開招標 3月5號到台鐵富剛機場場刊 3月15號標案卻流標 眼看4月2號逼近連招標的程序都還沒有完成 讓家屬很會心 部長你不會覺得這是台鐵處理的問題出了狀況嗎 這個細節應該是台鐵局把它醜善處理 我們在商者跟罹難者家屬的群組 我們從來沒有間斷過溝通 立委其聲捍衛家屬的權益 要求交通部下到台鐵局祭出相關措施 別讓家屬的期待又落空 三零新聞林凱俊過文宣SNG小組 台北報導